权力斗争 一个又一个的举报人 任电视监案黑幕 欲继续努心 山西记者李建坤 声称手上有一手线报 昨天 邀康大家还原事件的真相 今次事页的怀孕董事长宋林 背后有不少人为他撑腰 还有他 李建坤说 调查宋林由去年初开始 由中央高层发动 时任国家总理的温家宝手行 去年这个举报信 在我过的举报信前 事先举报到温家宝那里去 是温家宝批的 得到批示 国家审计处开始调查事件 三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结果 但宋林在某个渠道中 知道自己被查 宋林 去年知道什么是在查的 他拼命地想要通过攻关 把审计处来调查人 打拼命 有高层亲自指示的案件 宋林想掩蓋 但是不成功 在最后的关头 就是这个东西 到宋林处以后 这个事情当时被压下来 但不是宋林处自己的意思 宋林处刘家宝是想把这个事情揭开的 但是他是比他更厉害的压着 但是他是比他更厉害的压着 结果宋林在去年十八大大热倒造 昨天李健均 在高院旁听任电案开审之后 得同手上文件去联署和警局 举报宋林 还会否举报其他人 他在接受访问时说 未是时候 BGM